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的FreeTalk 因为我们在HECON会议中比较多讨论的会是一些红队攻击漏洞相关的技巧 所以我们这次FreeTalk就想要去稍微平衡一下这两边的比重 所以我们这次HECON FreeTalk的主题定为The Art of Blue Team 我们希望不只是红队的这些技术 那蓝队的技术其实有很多非常值得去探讨和理解的 那尤其是在第一线在做SARC或在做质量事件调查 为一些情知的也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题目 那尤其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分享这些比较系统化 有科学化的方法去做这些蓝队的防御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不同的身份产业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 那其实跟上次一样在这次FreeTalk我们现场的人数都比较少 可能是因为今天下雨然后大家也习惯了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线上大概有三十几位的与会者一起参与 那希望之后可以待会可以更多的人一起参与 对 不过今天议程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这次议程也采用了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有透过Review Board去审核大家提出来的CFP 然后并且公开地去征求大家的投稿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收到更多不同公司 不同研究单位来的Paper 然后有更多元的一个议题可以呈现给大家 好 那这里我快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 Hecom Free Talk这一次的一些想法和理念之后 那我们就很快速地准备邀请我们第一场议程的讲者 Jackie Shea来为我们分享 Defeat Zero Day is not as difficult as you think 好 那让我们就来欢迎第一位讲者 好 对 线上也要拍手 好 那我就开始来我今天的演讲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者Jackie 这是我今天的演讲主题 Defeat Zero Day is not as difficult as you think 相信我在研究治安领域的人 或多少都听过 Zero Day这个名词 可能有很多传闻也有听说 像例如可能有些很厉害的人 就挖很多 Zero Day 然后到处乱打 走到哪儿 通到哪儿 打到哪儿 又或者是可能很多 可能骇客就使用很多 Zero Day 然后瞄准一些常见的大公司 然后就开始乱打 就把他们资安设备全部打趴 直接打进去 然后让公司突然就成为新闻受害的主角 那我们今天会使用一个 实际的APT案例来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实际的世界中的骇客攻击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那攻击者大概会做哪些事情 然后借我这个Case Study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些 侦测防御的机制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Case Study学到的东西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一个 Zero Day 那我们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跟大家 想象中传闻中一样 那这是我今天的Outline 第一个是我会像刚刚提到 我们会介绍一个Case Study 来让大家看一下 APT事件中会 骇客会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身为防守的蓝方 又可以去做怎么样的应处 然后接下来会从Case Study中学到的东西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如果遇到的是一个Zero Day Exchange的Zero Day 最近很有名的Zero Day 那我们应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束手无策 只能随便嗨客乱打 打到我们上新闻 又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结论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自己我是Jacky 那我目前任职于Core Cloud 担任资深自然威胁研究员 那我主要是对Pon 和一些Binary Security的部分 有兴趣 当然又在做一些 Reversing IR 见识的部分 那再来废话不多说 今天时间不太多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 Case Study吧 那因为接下来使用的案例 这些都是实际发生的案例 所以我们这里都会上一些马赛克 以保护当事人 那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某天 突然看到一些奇怪的告警 看到一些奇怪的指令在执行 所以我们就下去追查 下去追查以后发现 这次的APT攻击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钓鱼攻击 只是这个钓鱼 跟一般常见的那种 乱撒的水坑式的钓鱼 不太一样 我们在经过跟承办的讨论以后 可以确定这次是一个 就是针对特定组织 去精心设计的 鱼叉式钓鱼 APT攻击 那这次钓鱼城市的主角 就是这个Shadowsocks 那这个城市相信有在做一些VPR 或是翻墙 相关事情的人应该都很熟 而且很简单好用的翻墙软体 那今天他常用的Use Case 就是拿来翻中国的长城 那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Case其实就是一个 在中国有分点的客户 所遇到的Case 那就可以看到 这个受害者今天首先是从TG 收到这个2E连结 然后受骗点击以后 就直接用浏览器去下载 并且执行这个2E的钓鱼程式 是一个很常见的钓鱼手法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次事件中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使用的钓鱼程式 是Zoom的安装档 也是伪装的Zoom 那身为一个治安研究员 当然是想先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钓鱼网站 可以这样骗到人 所以我们就实际从Log中 找到这个网站 连过去看一下发现 这个网站其实是直接 Mirror原版网站的 所以它做的其实很真实 就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破绽 我们可以特别看一下 它的Domain Domain的部分 其实除了那个B 就Shabelsocks以外 其实也没有其他 太明显的破绽 一个不小心是真的 有可能被骗到 再来是Zoom的网站也是 一样它是Mirror原版网站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 这是在中国的一个case 所以这边显示 是简体中文 应该是很合理的 那一样是Domain 它Domain一样是经过 特别设计的 好那再来看完教育网站 那我们就来看21层次本身 那么其实我当然是先画个图 那就一画 来发现 我们左边这里 可以先看到Shadowsocks 本身的安装档 去叫Round.exe的层次 然后又去叫CMD 执行一些comment 然后可能连了几百网站 然后这有点太多 其实我没有打算讲这张图 因为对我们一个蓝方的 分析员来说 我们看到方向是跟骇客是相反的 我们是从事件发生后往回去做追溯调查 所以我们不可能看了这么大量的东西 直接全部直接往回推 我们就是想办法找出一个逻辑线 然后算了这逻辑线再下去做调查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支21层次 因为它跑的城市比较奇怪一点 再加上它又被上一个特别签章 等下也会看到上了什么特别签章 所以再让它看起来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最后选择的分析方式是 最传统最土好的 直接逆向分析 那现在因为有很多的 不同的设备啊产品可以 辅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用去这么长地做逆向分析了 但有时候遇到这种比较有趣比较好玩的case 我们还是会去直接逆向来做个研究 那在最后我们逆向的结果 其实逆向中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因为刚刚看到嘛 它连了大概几百个网站 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去找出它真正的CNC 因为其实真正的CNC通常不会太多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省去比对 EDIALOG的资料来找CNC的时间 那这也看到它的CNC 那不知道大家看不清楚 它的CNC其实也是有 经过特别设计的一个蛮 很真实的 一个Domain 接下来另外一个逆向的重点当然就是找出这个程式的Execution Flow 找出这个Execution Flow可以知道这个程式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那它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档案 就可以协助我们去做整个事件的追查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是用Zoom 那因为我们分析完发展Zoom的安装档这个钓鱼程式跟Shabelsocks 这两个是 几乎是一样所以我们再用Zoom来做 举例 我们可以看到这二一程式其实就是一个被加掉的Zoom安装档 它在执行以后会真的帮你安装个真实的Zoom 其实它会多了三个二一程式 分别是Run.ese 还有一个DL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 ENC的加密档 然后接下来会执行Run.ese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会去 载入DL 然后这DL其实也是一个PE loader 它就去把那个 加密的ENC档载进来以后把它解密 然后就成为真正的RET后门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二一程式有什么厉害的 首先是刚刚提到的所有档案 那这个安装档本身 然后DL和这个Run.ese 全部都是有上一个深圳市 不知道什么公司的签章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Run.ese和DL 大概都在二月底的时候做 上千张的动作 然后刚刚也有提到这两只程式就是攻击程式本身嘛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里看出攻击的时间开发好这两只二一程式 以后才去想它要用什么东西来做钓鱼 所以才在晚了大概10天左右来把它的钓鱼程式 Share to SAS那些安装档做上千张的动作 那现在在 其很多的APT攻击里面可以看到上千张这个手法 因为上千张这个手法对于很多传统资安设备的一些防毒乱贴来说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去 能够去绕过他们的 他们就不太会 检查这些有千张的设备 的程式 所以我们在很多被打到上新闻的公司的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用来攻击的主程式啊或者甚至是他们的勒索软体 其实都是有上千张来做规避的 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上千张可以受防毒的信任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些程式 其实在我们发现的时候 不论是安装档 还是DL 还是Run.ese 在VG上都是有分数的 只是它都是零分 VT这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就是一个汇集的六七十家防毒乱贴的一个网站 甚至我们可以把 把我们的档案上传上去 来让它检测 这个东西到底是 恶意的还是好的 这东西你知我知大家知 当然还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常看到攻击者直接拿来反向操作 什么意思 它开发好一个程式以后 就自己先把它传上去 传上去以后发现 然后它的分数够低 获胜是零分以后 代表说 它的二一程式通过重逢毒安铁认证 它得到一个我是好程式的 的认证 所以它就可以拿这程式来做攻击 所以我们常在一些APT APT的攻击里面看到这些APT程式 理论上不应该会有请之 可在VT上去都有看到他们已经有 有请之了 只是这些分数都会是零分 就是一个骇客拿来反向操作的一个很常见的手法 那看完了二一程式本身和钓鱼本身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做后渗透的时候会做什么事 后渗透就是攻击者拿到了机器的控制权以后 他会开始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这一列是DL Injection的部分 DL Injection其实在 使用上还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他可能可以拿来提权 又或者是攻击者常会挑一些 系统程式 例如SVC Host 或者Explorer 或是这里列出的 Search Filter Host 来做注入 这些东西注进去以后会有几个好处 因为 第一个是 这些东西可以隐蔽它的恶意行为 就是因为很多 资安设备不会去针对这些 这些程序做监控 他可能在执行一些恶意行为的时候 就会 可以躲掉被监控 又或者是这些 因为是系统程序 所以user 或是资安设备 可能不敢乱砍他 因为怕砍了等下当机 所以会对他们来说 注入是有一些好处的 这是一个蛮常见的后渗透手法 接下来就是我们俗称的探测部分 怎么就很简单看到他探测了一些 Domain Local Admin的群组 RDP的群组 然后内user看一下 本机上有什么user 和IPconfig 这些常见的探测指令 除了探测这些系统指令以外 工具者还会做什么探测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拿到一台 完全不知道什么电脑 你会怎么去看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没错 一定是开始开起来 到处每个资料夹 每个地方到处乱翻 到处乱找 看没有什么关键字 看有没有看到什么 藏了一些神奇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特殊有趣的东西 可以来看 那当然 亥克也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亥克在里面到处乱看一些 TXT DOCX这些 资料 当然他们也有可能会去看一些config 大家都知道config里面会藏一些 名文的帐号密码 可以帮助他们 可能会得到一些机敏资讯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很常看到这个 类似的事情发生 就是 亥克逛的逛的 突然会发现 他捡到了大密宝 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其实是 就我们因为有码掉 它其实是一个 资安设备的 移除教学方式 这是我们一个很常见的 例子 就是一个甲方人员跟乙方人员 要了一些 治安设备的移除方法 和移除档以后 就这样撒下去给user 然后也没有做任何全线控管 user可能把它移了 可能也没有移了 反正就把它丢在那里 然后也不错处理 然后亥克在进去乱逛乱逛乱看的时候 我有一个可以直接合法又快速把你 治安软体移掉方法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大密宝 另外一个是我们更常见更常见的 情况 就是攻击者捡到所谓的账号密码 XLSX 或是password.txt 这种情况 或是里面就可能存一些 企业机名的key 之类的资讯 那这东西其实 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存在 毕竟一个网管人员 要去管这么多的server 然后有一堆IP要寄内网整个topology 然后可能一堆账号 甚至名文密码 要寄实在是有点困难 所以可以理解 但是网管人员却 常没有把这些资讯保护好 导致他就这样裸露 在机器上 那台机器也没有被好好的保护 又被拿来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导致那台机器就直接被攻击者 轻易的碰到 终于在里面乱走的时候就捡到这个超级大密宝 攻击者一旦捡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密宝 基本上 这个器就是全通关了 里面什么东西该有的全部都有 直接通关 再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横向扩散的部分 这是一个蛮常见的横向扩散的手法 就是透过 SMB共享资料夹 直接把21层式丢去别台电脑 丢过去以后只要再透过一些 远端执行指定的方式去把21层式叫起来 这样他就成功的控制另外台机器 这是一个常见的横向扩散的手法 再来是针对常住的部分 我们这里 看到的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法 就是加一个账号 然后再把它加进 RDP群组跟 Admin群组 那攻击者其实在加这个账号的时候常会取一些 很像系统名称的名字 或是可能加一些特殊字源 或取一些看起来比较奇怪的名字 去混淆使用者 让使用者以为这是正常的系统账号 又或者是让他以为 这是我们 7月内的正常账号 那就忽略了这个账号 就没有去把它删掉 最后是关于 资料泄漏 资料打包的部分 其实在PowerShell里面 有内建的 打包资料 还有压缩的指定 其实很少人知道 再来是我们常用的WIN RAR 以及我们的7ZA 其实也都有相对应的指定版本 这东西 用起来其实都还蛮好用 就是方便把整个 资料 整个主机的资料 整个打包 然后直接带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7ZA的 路径有点奇怪 其他就是 在这个Case里面是 攻击者自己把7ZA传上来 然后他就方便可以把他的 把这台主机的东西 打包走 大家看到他就是 Reach 他就可以发大财 现在看完了一个 APT里面 攻击者大概会做哪些事情以后 从一开始的Initial S 到后面后生透 大家有个基本的了解 了解 重点也来了 身为栏方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又该如何去侦测和阻挡呢 这里我针对刚刚的几种行为 大概做简单的一些分类 还有一些常见的侦测手法 这边我没有完全按照Meter的分类来做 进行 所以可能会稍微有点出入 首先是Initial Asus 部分 我们很常见Initial Asus 有分 像钓鱼啊 或者是走 打Exploid 就是打系统弱点的部分来进行攻击的部分 针对钓鱼这个部分 其实一些 设计里面有很 很好的钓鱼 从他的档名 或是路径等 就可以看出一些蹊跷 可以去做确认 那再来是因为毕竟是钓鱼嘛 他总要执行一些他自己的 特别的城市 后门 所以他Command Line的部分也可以去做侦测 又或是像这一次 可以针对签帐部分去做确认 像这次一个我们看到的zoom 竟然是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的 中国公司来签的签帐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再来是针对Exploid的部分 就是因为Exploid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研究员每天就是 上网看一些CV啊 找一些已知的漏洞 然后他的范例扣 里面很多都会有 讲到一些 常见的pattern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pattern去做 侦测 像我们 图上这个就是一个打 Prosity Show的漏洞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 127.0.1.1 然后后面的C前的 这一串 这其实是Prosity Show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就可以针对这些去写一个规则来做侦测 那像这种打web的 Exploid 然后上传webshow 来执行卡面 其实真的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 Initial Assets的 手法 再次我分类为Execution的部分 这里既然命名是Execution 那自然最重要当然就是它执行的卡面 一些常见的工具啊手法 其实都会有一些特征可以去做辨识 像我图中这个 CD slash D 然后后面那一串 自串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webshow管理工具的一个特征 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去做 写规则来做侦测 那当然还要 搭配它的parent process 或者它 党名等 来做一些 调整 不然可能乌判会过多或是 去做一些调整的侦测 接下来是针对常做的部分 常见的就是针对服务啊 Auto Run基码 Star Folder 这些去做修改 那像图上这个部分就是在 对Star Folder 这里去加了一个档案来做常驻启动的部分 另外一个接下来就是很常见在这次工具里面有讲到的就是 加一个系统账号 然后后面我还有放一个DL Siteholding这个手法 这个手法大家可能很熟悉的 最著名的案例是大概一年多以前 有一个很知名的AP团体 Aivo 他们曾经使用Defender 然后使用DL Siteholding来执行他们的加密软体 那曾经有很多这种 知名的大公司就因为这样就被打到上新闻 但是其实DL Siteholding这东西还有一个很常见的use case 来做常驻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是用一个有弱点的Defender来做攻击 Defender 本身可能就会自己做他的常驻 所以他就会不断去宅 他的二页DL就可以让他来做成为他常驻一种手法 那这种攻击手法 其实对于一些传统的灾难设备来说是非常难做辨识的 因为他毕竟使用的是一个正常的软体来做 来做攻击 所以大家可能会直接看到以后就忽略他 那这东西要去做侦测可能就是我们研究员 常常去看一些 CV 弱点 去看有没有有类似的弱点 然后去写规则看说 是不是有不该被载入的DL 去被载入了 用这个方法来做侦测 好 接下来是针对提权的部分 其实我们很常见一个case是 看到攻击者剪刀大秘宝 直接提权成功 那撇除剪刀大秘宝的情况 很常见的提权方法就是打exploit 那打exploit就是一些打系统的 以致漏洞 所以跟前面一样他既然是打exploit就很常会有一些 常见的exploit的pattern可以去做侦测 再来是我们 分类为discovery就探测指定的部分 那这部分会跟execution很像 那他就是针对很多的常见探测指定例如 Who am I IP config Nestday Ping 之类的 指定去做侦测 那当然因为这误判会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还要针对他的pairing process 或是他的执行的 党名等 去做细微调整和修正 反正误判会过多 接下来是 横向移动的部分 很常见的横向移动的部分 有 通常都是使用microsoft本身的protocol 像RDPR SMBR RPCR 等 那使用 在滥用这些 Portocol去做 横向扩散的时候 通常 供给者会选用一些 方便软体 或是工具来帮助他们进行横向 像我这里列出来 这个是一个使用impec工具来做 横向扩散的一个 案例 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串很明显的特征 也是一样可以去做 侦测的 最后是针对 资料泄漏的部分 就我刚刚有讲到 其实用指令版 甚至POWERSHOW版 去做压缩的部分 相对是比较少见 大家可能都只用GUI去做完 所以我们针对一些常见的压缩指令 或是POWERSHOW这种压缩指令 去写规则做侦测 其实命中医师还蛮高的 因为 这个东西对海科来说是蛮必要的 可是却 对一般人来说 其实很少适用的 当然 以上就是一些常见的举例 还会有很多需要特别去做撰写 或是做调整的部分 就是看各个研究员 或是分析员的 经验 讲完了APT介绍以后 以及一些相对的侦测方法 就在讲大家可能期待已久的 Change Zero Day 但应该还有印象 在8月时候 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 所以中国那里对我们发动了不少网工 这次事件就在那个时候所侦测到的 在某个和平的早上 我们突然看到一些 告警的发生 那我们这里就把它直接列出来 所以把它跟我们之前前面提到的一些 告警的 分类来做个对比 我们这些现学先卖一下 首先是 WNWP 这个 Web 的 process 去读了 cmd.eac 那其实这是它在执行系统指令前 一个很必要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个 准备值 WNWP准备去执行系统指令的前 前置起手势 比较符合我们的initial access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看到 WNWP真的去执行一个cmd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cdrcd 这个很 cd 这个很明显的攻击特征 那后面用到的 探测指令是nest dot 就去探测这台主机上有 跑哪些服务 这也就符合我们刚刚的discovery跟execution的部分 再次 我们看到了 攻击者竟然上传一个奇怪的cmd 到temp去 那这也是一个蛮常见的 绕过一些 侦测手法的 方法 他就自己传一个cmd上去执行 那接下来就看到攻击者 使用他自己传的这个cmd去下一些指令 那一样就符合我们刚刚 所讲到的那个特征 那看到这里 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webshaw对webserver下指令的web攻击 那因为这台server 我们知道是 那时候看到它是一个exchange server 从那时候其实未开始先猜 它应该就是一个打 exchange cb的攻击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我们看看发现 有一个很特别的执行方法 今天webswp 它不执行cmd了 它去执行msi1xe7 而且这msi1xe7还不执行msi档 它反而去直接执行一个dl档 这是一个很少见很少见的使用 情况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好奇 那这个dl到底会干嘛 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这个dl在干嘛 就一打开一翻 这真是一个researcher friendly的21层次 它其实dlman里面就只有 很简单 就是一个win1xe7的API 右下角我也有放微软 针对这API使用方法 基本上它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 执行指定的方式 在这里它就执行一个who am i 然后把结果导出到 xxx.txt 非常简单一个执行方式 看到这里其实我们就没有在看到其他有趣的 东西了 我们本来想说 那看起来可能就是一个打 圈局的 漏洞吧 就叫user更新一下 好像这些事件就解决了 可是我们却会发现 不管是proxy shell 还是proxy logon 会有一些常见的特征 我们在这些事件里面 竟然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所以我们就跟user要了sslog 来做一个确认 好那在讲 在讲sslog前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proxy shell proxy shell 这是我们team 其他member 今年在hecom上 投稿时讲的内容 右下角参考来 就是他们今年演讲的题目 有放这个reference 才不会成为现在最行的那个 抄袭的主角 哪天突然就唱新闻说是抄袭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proxy shell的 配料中可以看到紫色这边 srpscat 这一串 在proxy shell 如果这个exploitation里面 如果要执行指定成功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它必须要通过验证才有办法去执行指定 那这后面srps 这后面结出来这些东西里面 其中有一项是我们没有办法 知道只能用拆的 只是因为它拆的范围非常少 就256种可能 所以就暴力拆一下基本上就可以拆到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positive log就应该会长这样 首先第一个是应该会有看到srps不断出现 接下来是刚刚有说到嘛 它必须要拆 所以有拆的时候就有拆错 拆错的时候就会喷500 然后有时候 终于被它拆到的时候就会喷200 所以这一个 可以算是positive shell 这个攻击的蛮明显一个特征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例子 在这个log中 我们完全没有看到srps这一串 字串 像我下面贴的 我们有去搜寻了一下 发现 完全没有这个字串 接下来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一个暴力拆的过程 所以我们当下就觉得 这看起来 应该不是positive shell 所以 然后我们也跟承办去 询问一下 ischange的更新的情况 那positive shell大概应该还有一样 应该是去年七八月左右的漏洞 结果承办也跟我们说 现在这台 这台主机已经更新到去年年底了 也就是说早就已经更新到超过positive shell的patch 也就是说 这证实了我们猜测 它应该不会是个positive shell 到这边啊 突然发现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网路上找到最有名的positive shell攻击finity code 是由我们team的其他members写的 那这个对于我们一个研究员来说 在我们的finity code里面塞一些 小特征 让大家来侦测 防止大家拿这个finity code去乱打 这个很常见的情况 那我们的 members塞的就是fartq.edu这个 蛮好认的特征 结果没想到却有 却有一个不太专业的mdr同一厂商 团 就是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跑来去跟我们承办说 你看 这个log里面有fartq.edu这个事情 这个特征 这次攻击就是中心的人去打的 所造成的这次的攻击 那听到这个我只能说 希望这个 同一厂商他有听我们今年 member在hecon的演讲 对fartq.edu 讲这个然后直接被 承办或被客户戳穿 应该会 蛮尴尬的 好那讲完了小插曲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事件的 小总结吧 就是虽然他的log里面有fartq.edu这个特征 但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了嘛 他不会是一个plastic show 那接下来我们不太确定 其实当下我们不太确定 它到底是一个unknown的one day 还是要直接reo day 然后我们在 echange.ss.log里面其实有看到 攻击者在攻击的时候 使用都是同一个 真实的账号 这个跟 plastic show其实有蛮大的不同 因为plastic show是一个preoast的攻击 所以他不需要一个真实的账号 那针对以下我们猜测 我们就可以给出这样的一个缓解措施 首先他如果今天是一个unknown的one day 那我们就建议客户把 echange更新到最新 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了 那再来是 那如果今天他是一个postos的rc 也就是他需要一组真正的账号密码 才可以进行攻击的话 那我们就是去把那一组 被骇客使用的 账号密码做更改 也可以缓解这次攻击 那下面我放 echange.ss.log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地方就是 攻击者在送那次攻击时会使用的账号 当然这也是有改过的 所以我们针对这组账号去做更改密码 应该也可以缓解这次的攻击 那到今天就我们知道吗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postos的攻击 那这个攻击就是一个postos 也就是需要一组账号密码才可以进行攻击 所以我们这个建议更改账号密码 这个动作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然后所以 当下我们其实也发现 我们的user就没有再继续被攻击了 好 好那 这里我们就看一下身为一个研究员还是要敬一下我们的小义务 就是 由于postos in the shell 直到今天还没有 就直到我做这个简报的时候还没有被正式的修补 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讲太多关于postos in the shell的事情 那只会讲它的matigation 那在matigation的部分 微软一开始被爆出这个zero day以后 马上给出一个 matigation的 方法 结果才一po出来 没想到 大家可以看到 各个研究员马上发现微软的这个matigation 是很轻易就可以被绕过了 马上跟微软回报很多事情 顺便嘴他们一下 甚至有人说 哎 建议微软去好好看一下他们自己 开发exchange的source code 不然这个matigation 太轻易就被绕过了 这真的是蛮哀伤的 好那在微软被各个研究员嘴完 然后回报以后 他给了一个比较新的 mitigation的方法 那样我在右下角也要放我们的reference 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做参考 那到这边我只能说其实很多时候 身为一个第一线的处理人或研究员 他们 我们能给出来暂时解决的方法其实是 比原厂还快速和有效的 好那看完了我们这次的事件 我们就来看这个结论了 首先是 只要我们能够持续地做监控 然后精进和调整我们的规则 就算我们有海量的log 我们一样可以从中找出一些 可疑的行为或攻击的行为 那当然还有足够的分析人员和研究人员 还有你有 新鲜的感 没错 那第二是 当我们从 这些海量的log中 看到一些比较特别 比较不一样的 event啊 log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保有警觉心 并让他们保有好奇心 好好去研究一下 才可以让我们下判断的时候下得更精准 然后可以给出比较正确的 正确的解决方法 不然如果这次我们像其他人一样 觉得这是一个 Positio 那 我们给出的建议就会是 更新一圈局 因为更新一圈局 就是可以把Positio这个 PriOS的one day就直接解决掉了嘛 因为Positio是个PriOS 所以我们就不会给出了一个 更改账号密码 这个我们事后知道这是一个最关键的mitigation 好那第三点就是 虽然我们当下因为 在很短时间内必须要给出整个 事件的来龙去脉 和它的一些缓解方法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 它到底是一个 unknown的one day 还是它是一个zero day 但是因为我们有 用一些规则 所以可以侦测到这次的攻击 然后再经过我们 仔细研究 仔细的分析 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了一个 有用的mitigation 那当然今天我们知道 这就是一个 zero day的攻击 那这什么意思 代表 我们在遇到zero day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战胜着它 那如果是对这个研究 资安工坊 然后或是对这些 跟zero day PK很有兴趣的人 欢迎来投我们的履历 就我们 这个信箱很好记 就hr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 coco.com.tw 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演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这边谢谢Jeky的演讲 那这边 现场的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出来讨论的 对 看线上有没有人想要提问 对 那一个我们 不是我们处理的 所以我不太确定 不过新作是相关的厂商被攻击 然后被幻化的面杖 对因为 身为资安厂商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不会去揭露受害者是谁 对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通常是不会讲的 没有办法直接讲 不然可能会被急 对 对 好 那线上有没有什么人 想要发问吗 好 那如果没有 线上没有人 想要提问的话 这边就先问个问题 所以在这一次事件中 想要再 请你多分享一下 你们发现它是 这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Zero Date的时候 你们有做怎么样深入的分析 然后大概是 要从哪些log 或哪些地方 可以看到说 这个攻击跟proxy shell 是不一样的 因为首先第一个当然是 因为我们拥有log 其实就是两个嘛 一个是我们EDR收到的log 另外就是我们跟 承犯要到的assyslog 所以一定从这两个做下手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eChange的更新情况 所以就从这三个去辅助 第一个从更新去排除掉 它应该不会是proxy shell 再来是我们从 syslog可以去看到 因为syslog里面要看到 proxy shell的exploit chain 它有蛮多的特征 像我刚刚提到 srps 和它的暴力猜测过程 都是一些蛮明显的特征 那我们在 syslog里面其实看到 这一次的送的 送的request 相对很少 而且几乎没有500 猜测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去 发现说 它不太一样 那我们尝试复线当然会 就是从 只能从syslog这部分 去看它送了哪些配漏 然后去猜猜看 它可能是打哪些漏洞 你就符合 辅助用 就之前居置的演讲 去猜测 以选取可能有哪些 可以利用的部分 来做 来做研究 这样 谢谢 先生有问题吗 好问题 我们之后 投影片和我们的影片 也会放在 网络上公开 让别人去access 那这边我再提出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蛮好奇 是你们在调查 做一个整个治安事件 调查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决定说 这个cast我要深入的 去逆向 或者是 重现它的zero day 这样的动作 因为这两个动作 应该是 很花时间的 对就是 以我们自己来说 就没有一个特别的 特别的流程 就通常我们会去针对 一个当然是 因为这很花时间 就一个会针对当下 我们有没有 这么多时间 因为有些user 其实会很敢 要求我们很快就给 一个结论 那有些可以 可能是给个mitigation以后 可以让我们去做研究 还有当然是会像 我们就会 从我们edrlog上看到会觉得 这有些 就是大家常看以后会发现 有些比较有趣的 就看起来就比较特别的 我们就通常会去做 逆向分析 或是在找一些 exploit exploit的时候 如果发现 这好像跟我们 以致的漏洞都不太一样 说通常我们就会尝试去看看 这到底是个 anore 1-day 或是0-day 我就会决定去研究 对 好 刚刚有提到 sslog是指 exchange is的log吧 对 没错 好 太好了 线上的朋友 也可以多提问 我这边再做一个问题 刚刚有提到很多 你们可能有很多的规则 可能是 很惊艳 或者是比较少看到 就是一般人在用的时候 不会下这些指令 那这些东西一多了之后 可能会很难去管理 或者是你怎么去确认说 这些东西会不会有误判 所以你平常要怎么样去做 这些侦测规则的管理和测试 测试部分当然就是 因为我们有一些测试的 就是我们平常有很多 测试 就规则会用测试 就是去 可能观察一两个月 看一下 它会不会量有太多误判 或是之类的 那针对管理的部分就是 一样就是下去以后 我们其实固定都会去做统计 就是看一下这个规则的命中率如何 然后再搭配我们随行庭说 它是不是能够真的有效地找出恶意攻击 那另外就是 它会不会有过多的误判 如果有的话 我们可能回去找一下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知道 电脑里面都是一些蛮固定的配腾 或许可以用一些白名单 或者是一些相对的过滤机制 去把它滤掉 那滤完以后就会发现 如果有显著的下降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保留 那不然就可能我们又会把它 规则写得更严谨一点 就跟我们reverse patient的部分要写得更明确一点 这样 然后match少一点的东西 谢谢 好 那再留几秒钟看一会人问题 或现场的有没有人想要提问 你说前面有钓鱼吗 还是 就是我是个小白 然后我刚刚中子还进来 然后想问 就这次的事件 对厂商造成什么伤害 以Change的这个事件来说 其实没有 因为就是在我们发现以后 其实我们很快就去 因为那时候带子啊 那时候比较敏感嘛 所以其实一发生事情 我们很快就跟客户有很多沟通 去做处理 那他并没有真的做到 而且他其实也没有打算真的去做一些 明显的被发现的事情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Zero Day是一个很 很珍贵的东西 拿来做换手业 这有点太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 哦 这被你整个 对 就有点浪费了Zero Day 所以他其实做完攻击后 他没有做一些太明显的 嗯 会让大家发现的行为 对 所以Zero Day的意思是一个新的 临日攻击是一个新的手法 然后是还没有被侦测到 对他就是 应该不是被侦测 是还没有办法做 有效的修复 他只能可能用一些 其他的方法 去做一些缓解措施 那如果真的被他攻击成功 会怎么样 因为攻击成功呢 其实他 就像刚刚讲 他Zero Day可能在 Initial Asus 可以帮助他直接 打进来自行抗面 可他如果要真的对 企业造成影响 他可能要去做后续的探测啊 后续的后渗透 或是去打包 可能拆很多密码之类的 在这部分 只要我们有办法从中 去把它阻断的话 其实Zero Day的伤害 可以降到非常顶着 我可以请教一下吗 他们只打一个企业吗 在我们观测到 他们打的就是一个企业 就一个 对一个目标 这就不太能说了 没错 好谢谢 对 因为像这些 可能Zero Day 我们早期去应变 就可以比较降低损害 那但如果 往后没有管它的话 后面可能 例如说 勒索软件就进来了 或者是一些商业机密 可能就被偷出去 好那谢谢大家的问题 好那这边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 就准备进到 我们第二场的部分 谢谢 好那我们再掌声 感谢一下 Jackie的分享 好那大家好 那我们就 来进行第二场 今天第二场的议程 那第二场的议程 是由我这边来分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最近的研究 对因为Zero Trust的架构 在最近其实越来越热门 那很多的公司 政府或金融单位 甚至是高科技的厂商 都很关切这一个架构 那也会尝试 把自己的资安架构 引进Zero Trust的部分 对 所以我今天就是 我读了NIST的几篇文献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读的过程的一些心得 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那我是CK 我纵宽 那我在奥义这边担任研究员 那我也是一个退休的CTF player 那以前我参加过 例如说DevCon 这一类的CTF 那也有参与过Synology 和QNAP的Bug Bounty 那现在比较多在做的是 一些资安事件的调查 二亿城市的分析 这一类的研究 那我们今天的 Outline Dial 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灵性认架构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希望可以快速让大家了解 看什么是灵性认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 对于这个名词 还不是那么了解 那其实灵性认这样的Terms 很常被有各种的误用或误解 对 像我们去一些资安的展览上面 我们就会看到说 有很多厂商宣称说 他是在做Zero Trust 但其实很多都是 错误的使用或错误的说明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可以 让大家更了解 灵性认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那常见的一些误解 以及误用的状况 那在近期 在今年六月 NIST有出了一个SP180035 那这一篇文件中 有详细的说明说 我要怎么样建立一个Zero Trust的Lab 然后用现有的工具去 做出一个Zero Trust的 这个Architecture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 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文件 所以在这边 会跟大家比较深入的去探讨 这一份文件的内容 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讲 没有一个资安的产品 或一个资安的防御的系统 是万能的可以增测数的东西 所以我们通常在分析一个 资安相关的机制 或者是技术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采用CDM Cyber Defense Matrix 这样的方式 来帮我们厘清说 这一个资安的架构 它守备的范围在哪边 所以这边就是 这个CDM的架构 所以在它的横走 其实是指我攻击 防御的各个阶段 我identify 例如说我找出 有些使用者 资安意识比较弱 我找出我有哪些弱点 然后protect 像防多燃体 我把这些二层是挡掉 那到后面就比较像是 刚刚第一场一层讲到的 我就去做detection and response 做IR之类的 就比较偏在这两个阶段 那最后就是recover 如果已经很不幸地 中了勒索软体 你要怎么样复原 那这就是一个recover的 防御阶段 所以除了防御阶段之外 在纵轴这边是 你要保护什么东西 那有些防御机制 是要保护你的user和data 有些防御机制 可能是要保护你的device 或保护你的网络 例如说firewall IDS VPN 这可能是 偏网络防护的部分 所以它就会落在 网络防护的protection 的这个格子里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ZeroTrust 它大部分的目标 其实在于说 我怎么保护我的资料 和我确认我的人员 有做好authentication 和authorization 所以它大致上的防御范围 大概在这一块 data和user identify和protection 这个部分 对 所以这里 首先也是跟大家 理清一个概念是 很多人都在 说refer trust 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生单妙药 但它也不能解决 所有的治安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 进到灵性认的 基本的一个介绍 那灵性认架构 为什么会被提出 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当然有一些 它想解决的问题 那它想解决的问题 大家应该 其实天天都有在接触到 那第一个就是 攻击的落地 很容易成功 对 攻击者不可避免的 会进到内网 例如说透过各种 就是Uraday 它可能就很容易 进到内网 或透过各种 钓鱼信件 钓鱼的软体 很容易会进到内网 对 而到内网之后 在很多的单位 它可能内网的application 就没有特别去做 authentication和authorization 它假定大家在内网 就是我的员工 我就可以去asset 这些资源 对 所以我们实际观察到 案例有很多是 攻击者进到内网之后 就可以畅行无阻 所以这是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进到内网 之后就可以任意的攻击 那第二个是 在近期 因为疫情的关系 Wall from Home 已经变成一个 大家一定要考量的 一个工作模式 所以这造成了 企业防御边界 越来越模糊 所以像Wall from Home 远端工作 那现在大家越来越多 在用云端 以前大家可能会说 那我为了安全 我为了privacy 就不把资料 放上云端 那这样的想法 企业已经稍微 显得有点过时了 对 现在即使是一些 比较传统的产业 对于自己的privacy 又很高的要求的产业 也会渐渐地认同说 我把一些资料 或一些服务 放到云端上面 这样的做法 对 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企业的防御边界 又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还要多考虑 在云端上面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partnership的部分 你一个公司 你会有很多的 outsourcing的服务 不管是你的IT 或者是你的security 都有可能是outsourcing 那你的partner 要怎么进到这环境来 对 那这也是让我们 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那当然还有例如说 大家可能会带自己的手机 自己的笔电进公司 这也是一个后面的问题 对 所以企业防御的边界 越来越模糊 对 所以你很难靠 逐着一道高墙 就把所有的攻击者 挡在外面 那最后则是 现在IT系统的使用 比较频繁 所以全线的变更 越来越频繁 很复杂 所以越难去管理 对 所以为了解决三个问题 大家就提出了 这样灵性认的一个架构 那这个架构 其实蛮久以前 就已经提出来 它这个名词 最早提出是在2010年 Forester研究员 John Kittleback 就有提出来了 那它的想法是以资料为中心 从内而外设计网络架构 那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些 很多现在Zero Trust的想法和架构 还是承袭了它的概念 那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比较早期来讲Zero Trust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Google的 这个Beyond Corp的这一个系统 或者是一个产品 它很早期的去使作Zero Trust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那它那时候还没有称呼自己 是Zero Trust 但它其实在2009年 就已经有这个系统在开发了 那我今天会特别着重在 两份NIST的发布的文件 那因为这两份文件 都非常的详细 而且是美国官方发布的 所以它可信度非常高 而且公正性也蛮高的 对 那内容也非常详尽 分别是SP8207和NIST SP180035 这两份文件 那尤其是最后一份 是今年才出来的 那现在还在草稿阶段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 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好 OK 所以首先在8207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当然当然是用美国NIST 国家表演局所发布的 这一个白皮书 那所以它比较客观地去审视 各个地方的一些资案的要求 那它在2020年提出后 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那有很多资案厂商 尤其是跟身份认证相关 或跟Zero Trust有相关的厂商 他们就会去叙述说 我自己的东西和SP8207 中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让大家可以更明确的了解 自己产品的定位 那在这份文件大概分成五个章节 那前面两个章节 是在确定你的问题范围 和你的Zero Trust的架构 那我们后面也会稍微带到一点 那到后面三个部分 就比较实务一点 它可以介绍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家企业 或者一个组织 你像引入Zero Trust 你具体的做法要怎么做 然后怎么样从零 慢慢提升自己Zero Trust的程度 那这份白皮书发布之后 大家大概是觉得说还不够 还有很多地方值得继续讨论 所以后续就发布了这一个 SP 180035这份文件 那它是由NIST下面的 这个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er of Excellence NCCOE发布的 那比较特别的是 除了NCCOE本身之外 它还跟了很多产业的合作伙伴 一起撰写这份文件 所以它大概伙同了 十几家到二十家的厂商 那这些厂商一起来撰写这份文件 那为什么跟这些产业界的去合作 因为它的目标就是想要用 现有的各种商业产品 或现有的Solution 来实作ZTA 那并且确保他们中间 是可以互通和整合的 那这其实相当重要 因为很少企业可以从零到有 开发自己一整套Zero Trust的系统 那你不可避免一定要用现有系统 去兜兜接接 然后串出你的Zero Trust 所以这份文件就给了大家一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它有公布它的Lab环境的一些Spec 比如说它Lab环境的Router Switch 分别是用哪个厂牌 那里面的架构长什么样子 然后附上了各个产品的安装 整合的步骤 所以这代表说我们如果是一个研究人员 或我们在早期去Evaluate的话 我们可以去依照这个环境去测试 然后去部件这些Zero Trust 来做一些POC 那这份文件目前它还在Draft的Version 那它慢慢的会去做一些Update 所以这里是我今天会讲的几个文件的一个介绍 那回过头我们可以来讲一些Zero Trust 最基本的一些概念 所以首先在我这边我认为 其实如果Trust最主要的概念 跟我们很早以前Hikam某年的主题 叫做Trust in the Untrusted World 是相符合的 我们要怎么样在完全不可信的网络环境里面 去建立Trust 那我觉得核心的要点是 Trust will change 以前我们可能就认为说Trust是固定的 这个人他这次认证过了 他是谁 他可以存在哪些资源 他以后就不会变 但其实在看完Real Trust之后 最主要的核心概念是 Trust其实是会改变的 根据你的 当然根据user会不同 根据你的device会不同 根据你的时间会不同 或根据你现在治安的状况也会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Trust will change的这个核心概念 那我们可以衍生出三个assumption 那我们说Trust will change 什么时候会change呢 例如说你的电脑不可避免的可能会被一些恶意程式感染 会被攻击者用Zero Day之类打进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assume bridge 就是会假设说任何的电脑都有可能会被攻击 所以根据你的治安的状况 你的健康程度 你的Trust自然是会改变的 那当然会根据内容的 的关联性有些差异 所以在Zero Trust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希望说 我不会再完全用内外网去区隔 哪些人是值得信任 哪些人是不值得信任的 所以他希望所有人 不管是内网外网 去存取资源的时候 都是有同样的一个policy 同样的一个认证流程 那以及没有persistent的Trust 我不会说这个Trust 很久都不会把它换掉 我的Trust会是动态的 一段时间我就要revoke renew 重新去建立这个Trust 所以从我们刚刚前面的 这三个assumption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分别 有一些方法去实现 去避免我们这个assumption 所以第一个 我assume bridge 我电脑任何人 都可能会被入侵 或账号召盗用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能有任何隐含的Trust 不能因为这个user 上次认真过了 我这次就不认真他 我always要做一个verify 那这也是real trust 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精神 然后在no network parameter下面 所以说不管你是在内网和外网 或在任何地方 或你是任何人 你将要assess我的资源 都必须要经过一个 中心化的policy enforcement的机制 那这并且是一个动态的 policy enforcement的机制 所以确保说 你每条路线 去assess我的资源 我的路径都一样 那最后是no persistent trust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用一些policy 那我们这policy 需要跟我们risk assessment 去做搭配 所以根据你现在环境中的security risk 我要去调整我的policy 所以你的policy要跟risk相互印 你的policy要是动态的 以及你每一个resource的request 都要做verify 这大概就是我们zero trust 最重要的几个核心概念 所以在这些核心概念之下 你要做一个zero trust architecture 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性质 那以前大家常忽略的 可能是存取路径 我可能有轻点说 我的电脑中有哪些机器 有哪些user 有哪些资源 可能到资源都不一定是 有人轻点得清楚了 那在zero trust下面 你必须去轻点说 大家去assess这个资源的路径 是什么 例如说我可能都要先 透过VPN进到某个网段 然后经过密码的认证 再去取得这个资源 那这就是一个authentication的pass 那我就希望去轻点 所有企业里面 你存取每一个重要资源的路径 然后把这些路径 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确认之后 你每次资源存取 都需要经过authentication 和authorization的一个流程 那当然这可能太过困难 你可以想象你今天 去assess任何一个档案 你都要去重打密码 那这一定是一个 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通常这样的方法 虽然很理想 但现实上太难执行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 session-based的方法 去做一些调整 那第二个就是在dynamic的policy 这个我觉得是 ZeroTrust概念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你怎么样 做出动态的policy 你可以根据你的 使用者的状况 你的装置安全的状况 例如说 我的装置 如果我没有安装 最新的patch 那我就不让他去assess 我公司某些重要的资源 或他要assess这些资源的时候 我要请他做额外的身份认证 甚至是situation aware 像刚刚提到的状况 我发现我的企业 最近好像有人要入侵 那我可能就提升 我整个企业的安全层级 那让我的user 要去做登录的时候 都再多做一层 这个多因素的认证 那甚至有看过 有些人提出一些 比较有趣的做法 例如说 他假设说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攻击者 我一定是拿到这个user 站到中 马上就去存取重要的资源 但如果我是一个user 我可能工作到一半 我需要用到的时候 才去存取它 所以他认为说 存取重要的资源 通常都是一般user 登录一段时间之后 再去存取 那这也是一个 可以做的动态的policy 所以例如说 可以就有这样的一个policy 如果今天我发现 一个user登到系统之后 三秒钟马上去assess 我重要的资源 那这种可能是一个 suspicious的一个行为 那最后就是 刚刚前面提到的 支援存取路径 把这些存取路径 统一还有一个好处是 你每一次的资源的请求 我们都可以去监控 和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就可以增加 我们在事件调查上面的 整个visibility 所以说ZeroTrust的架构 算是一个资源存取 ACL上面的一个架构 但它其实对于 后面的事件调查 也可以帮我们有增加一些 调查的功能 那这边大概讲了一些 ZeroTrust的概念之后 那我们这边讲一下 ZeroTrust的架构 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在NIST SP800 207这份文件中 它有提出一个简单的 ZeroTrust的一个架构图 所以大家这个架构图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可以看到说 policy的enforcement point 你所有的人去存取资源 都一定要经过 policy enforcement point 所以这里就是 也是呼应我们刚刚讲的 你所有的资源存取 都要经过同样的一个点 那你上面会有一个 policy的engine 还有policy的administrator 那这个policy的engine 会根据各种资料 来判断说 这个user是不是可以trust 他认证有没有通过 需不需要做额外的认证 那他把结果告诉 这个policy administrator 来决定说 要不要放行 那放行之后 会就建立一个 secure的channel 让user去assess这些resource 那这个policy engine 就会从不同的地方 例如说 甚至有些是合规 产业合规相关的一些资讯 威胁情知你的log 或你的dataassesspolicy pki各种地方 或者你user的资安健康状况 你的device的资安健康状况 来决定我要怎么样 对这个user做accept 或你要把它deny掉 那从这份文件往后 到了sp180035 其实他就把前面提到的 这些cdn industry compliance through intelligence activity log 都把它整合成一个 policy information point 那由这个information point 去提供 所有你要认证的一些资料 那你的PE再根据 决定去告诉PA说 我要不要把这一次的assess放行 那同样在这个PIP里面 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风险评分 所以例如说 我们可以自己定policy 那user device的security的状况 你的situation awareness 你场域中的安全状况 这些东西就可以构成你的 的这个policy 然后去enforcement 所以这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传统很多的 资安的机制 或者是标准面都有提到 要做资安系统的风险评估 但风险评估和实际的系统 要怎么样整合在一起 那zeotrust这里 其实也提供一个参考方式 你如果有一个 risk assessment的方法 那它可以就跟你的policy 相呼应 整合到你的policy里面 那你的risk assessment 和你的policy 就可以有一定的关联性 所以如同前面所说 我的这一些PIP的情职 可能是从SyncWitch的情职 甚至红蓝队演练 拿到的东西 在feedback到前面 去做我们前面的ZeroTrust 所以大概是ZeroTrust 的一些概念和架构 那接下来是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关于ZeroTrust的 一些错误概念 如果今天看到了 有很多厂商跟你宣称说 我做ZeroTrust 那你怎么样去评估说 它做是不是真正的ZeroTrust 所以 我在准备这份投影片的时候 也有去请教台课大赵老师 赵老师也跟我提到 也有提到一点就是 你的ZeroTrust 它不是一个 什么都不信任的 一个architecture 虽然从名词上面来看 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ZeroTrust就是什么都不信任 但其实从刚刚的架构看完 你的ZeroTrust 其实会非常信任 你整个policy的engine 你enforcement的部分 你对你的infra的依赖 其实是更高的 那你对于 例如说 它policy过了之后 那你连到一台server 你对server的 这个authentication 你对server的trust 这个也是没有在ZeroTrust的范围里面的 ZeroTrust的比较多 琢磨是 我的server或我的公司 怎么样认证user 而不是做反过来 我user怎么样去认证 我公司的infra 和我公司的一些伺服器 所以你一定会trust 你的authentication process 甚至说你底层的电脑 你也一定会trust 那反过来说 这些东西就变得更加critical 你可以想象说 你引进了ZeroTrust之后 你所有的policy 就集中一点在管理 那如果这个点被打下来 那也就是后面就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ZeroTrust这个部分 其实它应该讲说 Zero Implicit Trust 我没有预设 已经定好的trust 那另外大家也会讲说 ZeroTrust是不是就代表 没有边界 但其实边界还是有的 因为在很多状况下面 你的环境 不允许每个resource 都有办法去做authentication 所以你一定可能的方法 是用这种microsegmentation 把这些resource放在一个小的 这个内网里面 那大家在ZeroTrust通过之后 再进到这个内网里面去存取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boundary 那更细部的说 即使做到完美的ZeroTrust 我们可以说是 你每一个resource 都会有自己的boundary 那每个boundary 可能根据你的 这个resource的重要程度 我可能会有不同的 authentication的process 如果我今天 SS一个比较低阶 比较简单的资料 我可能只要做账号密码 但如果今天 我SS一个非常critical的资料 那我可能除了 这个账号密码之外 我还要你做OTP 甚至我要你去做 Hardware的authentication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说ZeroTrust 其实还是有一些边界的 但我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会把这些boundary 尽量地靠近 这个资源 data的部分 不要把我的整个boundary 包得太大 那这也呼应我最早提到的 最早提出来ZeroTrust 就希望从data-centric 希望以data为中心 所以你的边界尽量小 然后靠近你的资源 那我有听过一些 学生做研究的presentation 会跟我们说 他做的是ZeroTrust 那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是最小权限原则 那最小权限原则 是ZeroTrust的基本要求之一 但如果只是做了 最小权限原则 那他其实并不构成灵性人 那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一个误导的方式 所以很多厂商就会用说 我做最小权限原则 所以我是ZeroTrust 那这可能并不是那么符合 这个ZeroTrust的定义 那最上提到做灵性认 就是MFA MFA是ZeroTrust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件 因为你要透过有MFA 你才可以做到有不同层级 的这种认证的标准 但当然他单纯用MFA 也不是一个ZeroTrust 例如说我今天设计一个架构式 我通过MFA寄到企业内网之后 我就可以畅行无阻 那当然根据我们前面的几个说明 就可以知道 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符合 ZeroTrust 所以这里我们通常会认为说 你用MFA 那如果你可以搭配更多的 contextual资讯 作为认证的判断 那才比较符合MFA的定义 例如说最基本的 我们可能会拿说 你机器现在的治安状况 你是不是都有更新了 是不是都有patch 你上面有没有二亿程式 类似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当然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ZeroTrust就不要 没有任何预设的信任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机制 它是基于黑白名单 基于预设的policy 那这些东西都不是ZeroTrust 所以在ZeroTrust里面的核心是动态 你的authentication是可以live的 所以时间去做转变 所以前面讲一些ZeroTrust的 错误的概念 ZeroTrust也不是万能的 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说 ZeroTrust有些部分不能解决 所以像这边我也提几个ZeroTrust 没有办法cover的项目 所以像刚刚提到的PKI 在大部分的设计里面 PKI还是需要跟ZFA ZTA做一个互补 所以PKI其实还是需要的 而PKI的部分跟ZeroTrust 是互补并不冲突的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目前还没有讨论到 就是机器间的自动通讯 就是在企业里面除了我们user 会去存取资源之外 其实你的电脑本身也会去存取资源 那就可以想象你的电脑本身 就没有办法做MFA 你没办法叫你的server 再去做一个OTP 或者叫你的电脑去做 Hardware Authentication 额外的Hardware Authentication 所以你可以想象 例如说自动备份系统 和CICD的系统 而这些系统它可能 例如CICD系统 我可能要去拿你的source code 我要有assesssource code的权限 我assesssource code之后 我可能要有把它publish 到我的nightly build的网页上面 这样的发布的权限 release的权限 所以它其实是跨了很多的 机器和resource 那备份系统就更不用提 我要备份 我可能会从很多重要的资料 很多重要的server上面去做备份 所以它一定也跨了很多电脑 去做资源存取 所以对于这类背景自动执行的 机器操作 目前ZTA上面并没有 做太多的琢磨 那在这边比较能做的方式 我们可能会用刚刚提到的说 我用装置安全性 健康性的方式做检查 然后把它透过 它是一个contextual information的方式 再喂回我的policy 来稍微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档案落地之后的问题 例如说我档案 user透过合理的ZeroTrust的流程 把资料拿下来之后 传给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扣到USB送出去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不在ZeroTrust的考量的范围内 所以只要通过ZeroTrust 从enforcement point 拿到了资料之后 那后续的事情其实不在ZeroTrust的范围里面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用装置健康性 装置安全性检查这些方式 稍微让ZTA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例如说你可能你的装置上面 有一个policy是说 有任何有USB device的接口的设备 我都不让它存取这个资料 那就可以稍微避免这个问题 所以是可以有一些部分去做一些设计 但基本上ZeroTrust并不是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 所以你还是需要去搭配说 可能例如说DLM 档案管理这些工具 那当然ZeroTrust它不能阻挡 你被搜索engineering和 phishing email 所以你的 phishing email的侦测 其实也不太 它也不在ZTA的范围内 但它可以是跟ZTA互补 你的企业还是需要这样的东西 它也没办法帮助你去侦测二亿程式 也没办法帮助你去defense ZeroTrust 所以如果我们以攻击链攻击为例的话 那ZeroTrust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去缓解横向移动的部分 今天我居然透过了供应链攻击 进到某台机器 那今天想要去assess另外一个电脑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挡下来 或它去assess别的user的资源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挡下来 所以在ZeroTrust下面 最重要的是去阻挡 这个phishing授权的资料取用 以及横向移动这几个部分 那最后一部分跟大家介绍 就是implementing a ZeroTrust Architecture 那这部分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180035这份文件所介绍的 那这份文件大致上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Executive Summary 然后一些Approach Architecture and Security Characteristics 然后How to Guide 和Functional Demonstration 那它主要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用现有的产品 去兜出一个ZTA的一个环境出来 那分成这四份文件 是为了让你不同职务的人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看不同分子文件 如果你今天是Security Team的Manager 你可能需要看Execution Summary 和Approach 你今天如果是 你的Security Infra的Designer 那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的Approach Architecture 和Security Characteristics 那如果你是下面的执行者 那你可能要看How to Guide 怎么样去整合各种产品 以及怎么样去Demo 它这里说Demonstration 其实比较像是实验 你怎么样去实验测试 Zero Trust的架构 所以分成这四个部分 让不同的职务的人都可以使用 那这份文件有提到一些Challenge 就是导入ZTA的问题 就是你要清点到资源的层级 然后你没有单一产品 可以完成ZTA 你必须整合不同的职安系统 来变成来串情的ZTA的系统 那最重要就是 你会不会去影响到 使用者的体验 以及组织的业务流程 那这份文件 它现在还是Drift的阶段 那提出了三种 可以实现ZTA的方式 第一种 Enhanced Identity Government 那今天会讲的是这一种 那另外有Microsegmentation 和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Software Defied Parameters 那后面这两种 它目前还没有做完 它目前 草稿阶段只做完第一步 所以也可以预期这份文件 之后会慢慢的去做Improvement OK 所以在这个EIG的方法里面 它主要是Ector的身份 作为主要的policy管理的方式 那再加上比较简单的 Device的健康程度 作为Assess Policy的决策方式 那它可以是另外两种做法的 基本架构 所以说这个部分 是值得先去做的 那这部分其实也象征一件事情 Zero Trust 不是零或以无到有的东西 它是有一个程度性的 degree的 所以你达成EIG 可能就到了某种程度的Zero Trust 那可以做到更高程度的Zero Trust Microsegmentation 和Software Defined Perimeters的做法 那最重要是它用企业现在 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的身份管理 然后做最小程度的调整 然后来达到ZTA 那这个架构下面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个ICAM 好 那它负责管理你的identity identity management assess and credential management Federal identity 和identity government 这几个功能 就是这个ICAM的原件的基本功能 那以商业产品来说 这可能比较明确 例如说OKTA和Azure AD 就是这一类的一个系统 好 所以如果我们从前面 我们提到的架构来说 那在EIG这个架构 它就是把PE 我Decision的决策的部分 和我Decision Enforcement的部分 都用ICAM的系统来做执行 好 好 对 那我们后面会看到它的一些实验 实际用哪些产品 那这边快速讲一下说 它为了去测试一些产品 它建制一个lab的环境 那它有给出它lab环境的一些架构图 它里面用的机器是什么 对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 那它建制了两组EIG的环境 分别用两组不同的产品 去做这些事情 好 OK 所以这边就是它第一组做的实验 它在 第一组主要是依赖OKTA这边做 Identic Cloud 来做ICAM 用这个东西来多我整个infra 那 这里 那这边是它的资源 那它有用一些 例如说IBM的Security Qlada 然后Cloud Power Security 然后Endpoint这边有用一些UEM 和Identic Government相关一些机制 所以它整合了这些产品 来做到Zero Trust 对 所以例如说这一个图它就是 你在流程上面怎么把OKTA串 和这个Adventi的产品把它串起来 所以可以看到说这边User login之后 会先把User的login的资料 传到你的Security Gateway上面 那Security Gateway之后会再跟你的OKTA 做一个Sync 然后去把一些Authentication的部分 从在前面的Gateway 和后面的OKTA的Cloud上面 做一些Forwarding 然后来做Authentication 对 好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说 怎么样去整合各种产品 是一个Zero Trust Architecture 里面重要的一个点 好 那这张图是它在叙述说 我今天如果有一个User 加入了我的企业之后 那我的Policy一定会根据 这个User加入 而多做一些调整 那我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那我中间要怎么串 所以它这里也设计了一个流程图 告诉我们各个产品中间 要怎么串来管理这些Policy 好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做一个参考 那也告诉我们说 今天你要导入ZT的时候 你要规划说 今天在各种Event发生的时候 你的Policy要怎么样去进行调整 那这边是它的另外一个架构 用了不同的Set的产品 所以用Microsoft AAD作为核心 来做这个Policy Decision Point 和Policy Information Point 那也用了不同的产品 来provide一些资安的 请指引的device的安全性 user的安全性 还有你场域的安全性 好 那这个就跳过 那在这份文件的 DC的这个指文件中 它详细叙述了这些产品 怎么安装 怎么整合起来 所以例如说这边看到的这张图 就是它去安装Radiant Logic的过程 所以这些文件可以帮助你在环境中 去重现这整个Lab架设的过程 那它也在 这里写错了 35D 它第一这份文件中设计各种情境 然后例如说 这就是其中一些情境说 我这个 哪些条件 我authentication的state是什么 reputation的state是什么 我的一些 账号密码被偷 那它assess之后 我希望的outcome是什么 那以及他们实际 在demo环境 自己测试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由于这样的方法 去做一个测试 所以我再 summary 一下这一份文件 SP-180035 它是NIST NCCOE 和很多产业界合作建制ZTA的过程 所以提供了我们蓝队 实验的方法和流程 那目前已经有一个初步的ZIG的架构 那它未来可能会在这个架构上面 逐步的做一些加强 来达到更进一步Zero Trust的程度 那最重要的就是 告诉我们 没有一套产品是可以完全做成ZTA 我们通常要思考的是 我们企业内部已经有哪些产品了 那我该再导入哪些产品 以及怎么样把这些产品串接起来 这些产品有没有API 有没有Diabase可以串 那最后是额外的一些小想法 所以像刚刚前面提到ZTA主要是我的企业去认user 而没有提到是我的user和企业的resource 怎么样去你的AP和infra中间的一些关联性 那这个也是攻击者常利用的一些点 那这边也可以介绍另外一份RSA的演讲 叫Desk to the CIA Long Life DIE 它提出我们可以用container概念去把AP和resource 转换成分散式 不可变更 并且很短暂 你开了 然后用完就关 那这样就不会说我留有这个东西 让骇客在上面做中继站很久一段时间的状况 所以可以降低一些被入侵的风险 那我在看完ZTA架构上面 觉得这两个架构是其实可以合在一起的 因为你在ZTA架构下面 你应该已经把你的AP和resource都清点好了 那清点好了之后 这些东西就会成为DIE架构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最后这边是简单写一下 如果今天想要导入ZTA的一些建议 你可能要先分析资源存取路径 以及有哪些资源 然后建立一个单一的存取控制点 或尽可能少的存取控制点 每一个都用不同的方式去authentication 然后设计你的动态的assess control policy 然后你可能没办法一次就完成 所以你可能会先要求安全风险较高的使用者 先进入零星的架构 然后持续的监控 然后慢慢地把有要assess这些高风险资源的人 慢慢一个一个再加入到这整个scope里面 去把整个零星的系统导进企业 这边就我今天的分享 所以如果对零星的这样架构有兴趣的人 可以参考我今天提到的这个SP 180035这份文件 然后你可以去自己建立一些实验环境和ZTA的架构 如果想要导入之后第一件事情 如同我上一页所说 我要盘点 企业内部所有资源的请求路径 然后把PEP把它统一 然后以EIG的架构去导入ZTA 那最重要的就是 那你可能要去清点一下信用工具 或者是你们目前考虑导入的工具 是不是有可以接的API资料库 可不可以把这些产品把它串起来 那最后在这些文件里面 其实也没有提到一点 就是你的风险如何计算 你的policy怎么设计 这可能还是得要 难对自己根据业务的情境去做设计 那这是一下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说明 还很好定义的一个问题 那也是如果在做ZTA研究的人 后面应该可以做的一个方向 那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分享 身为讲者建筑神 我要自己cue自己 线上我没有问题 看来你很执作于高铁的部分 这个部分因为跟我的演讲的题目没有关系 那可以待会我再跟你之下讨论一下 这个题目 因为可能有很多不同种的 不同的方式可以跟你介绍 对它其实没有限定 它的实作方法是什么 它只提出基本的理念 所以像我刚刚提到说 你一定每个request都要做认证 那你的policy要是动态的 但你怎么做到这些事情 那这个部分是 它并没有去做限定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刻一套系统 也可以用别人的产品来做到 使用的情境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公司 其实很多都会需要 你有一些资料要保护 然后你有一些server是需要保护 这样的状况其实就 你可以评估是不是需要把 这些引进 对可以这样说 我一开始对所有user都预设 对所有user都预设就是不信任 对那之后 你要通过我的authentication的流程 我才会去信任你 然后才可以让你去assess 某些资源 了解谢谢 那这个的trade off是什么 就是我一开始很信任你 就是我的效率比较快 那不信任你的话就会 他的就可能你比较花时间吗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工作效率是一个 所以刚才提到说 Your trust的一个 大家在引进之前的考量点会是 会不会影响我平常的使用 和业务的流程 那可以请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架构的产生 应该是某种需求 出现了这种架构的产生 对像这个也是 我在同影片里面提到的 就是说像现在大家都Wall from Home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需求出来的原因 对 因为以前大家可能是说 我只要连到公司的内网 我就可以存取公司内网所有资源 对对对 那你Wall from Home之后 这样的假设可能就 不是那么适当 你可能要VPN打进来 但今天你可能 你的credential掉了 那攻击者就可以用VPN进来 所以攻击者也可能进到你的内网 对 所以就环境变得复杂了 所以就必须要 ZeroTrust这样的概念把它引进来 好 谢谢 谢谢 好 线上有难问吗 好 感谢 那线上有问题吗 好 那大家好 那谢谢大家再回来 我们今天HECON Free Talk 第三场的演讲 那这场演讲 我们很幸运地邀请到 在SARC里面工作的Olaf 为我们分享自己的SARC制衣馆 SARC监制的心路历程分享 那这是非常难的机会 因为我们大部分听到演讲 可能都是像我们这些 治安厂商 以方在做的调查的案例 很少听到 就是在实际自己在做的人 出来分享遇到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应该 角度不同 应该会有非常 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 一些观点出现 好 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Olaf 让我们欢迎他的演讲 这样可以吗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是Olaf 那稍微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刚刚有人问我说 Olaf是不是那个雪宝 有没有 对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但它其实 它的梗是来自于一个 海绵包包的梗 OK 那我目前是在 银行的资讯安全中央单位 担任课长的位置 那目前在中文大学的 法硕班研修 这边可以替自己的 我们需要打个广告 就是东风大学的 法硕班资安组 是非常好的一个组 对 希望大家 资安的学弟妹们 可以进来读我来 一起 OK 好 那我大概讲一下 我大概说些什么 那 其实这边主要就是 简单地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 我过去在Soc的 地方的一些经验 那关于就于理论 跟一些比较 生物的食物的话 这边可能就 稍微不会做不太多 那当然就讲一下经验 当然就传经验分享 因为今天这边是 FREE TALK 那我当然就FREE TALK一下 对 OK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Soc的出现 Soc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我们很多人就是 最近才发现 开始台湾有 我国越来越多人 在使用Soc 或是建制Soc 那为什么会有Soc的出现 大家讲一下古 就是在民国 89年的时候 那很久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国安会 就是建议总统 进行一些 建立我国资通讯基础安全 建设机制 那因为有这个需求 于是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行政院长他 做了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 他做了一个建立我国 资通讯基础安全 基礎计划 在2020年时候出现 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 就是说国家政策安全会报 跟基督中心 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 而且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 资安等级的分级 也就是ABCD四个等级 那在2005年的时候 就是94年的时候 增订各国政府 政府机关的 资安责任等级 的执行工作事项 他就已经把政府的一些单位 已经依照 重要性分成ABCD之外 那还有一些因半的事项 在这时候 第一个SOC 政府机关的事项 就是海巡署 他们建议他们自己的SOC OK 那在2009年的时候呢 新接任的这个资产安全会报 他就以国家资讯 安全发展方案 这个名字来延续前计划 那在每四年的时候 会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剥划 那在103年的时候呢 进行资产责任等级的 检讨与修订 那也就要求A级单位 跟B级单位 要在104年跟105年 要导入SOC 所以我想应该是在 这个时候 大家就开始慢慢地看到 SOC的出现 因为可能很多政府单位 或者是一些科技厂商 科技业他们可能 就会开始知道说 SOC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呢 这个时候厂商就开始 用SOC 那这在104年的时候的 那个资料 一个厂商评件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时候的SOC 大概有三间 那又把它码起来了 当然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哪几间 OK 那我们再看到最近一次 这是110年度的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发现就是SOC的服务 服务商越来越多 到现在一共六间 以前是用特优 现在是用ABCD 四个集 来做分类 OK 好 那不才刚好 就是在那个时候 正好服务的单位 是一个BG单位 所以我们也在非常短的 时间之内去 做出我们的SOC 那当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一定会先进行 一个简单的差异分析 就是说 我自己建立一个SOC 跟导入我的 资安评估方案 渲透测试 这些东西 要稳定一般上 大概要花多少钱 那那个时候 我们大概估了一下 大概四百多万 以那个时候的BG单位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很大的单位 但它成本就要四百多万 那如果是委外的话 大概少一百多万而已 身为一个尊杰的一个组织 我们当然就是全部委外 但全部委外之后 我们委外过没多久 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从委外开始 Kick off服务开始那天 我的箱就爆了 这个是因为我是那个 当然的PM 所以就句句 那我们后面的IT就过来 开始每天拔我的头 你每天给我那边 到底要做什么 对 他每天哭上 你跟我说 我到底要怎么办 OK 所以当时的导入了SOC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的问题更多了 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 爆炸多的事件通知 我到底要 IT跟我们说 我到底要处理哪一个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一堆风险事件 我该怎么办 OK 那还有预期性的作业 没有办法避免简讯的通知 比如说 可能今天有点扫描 可能今天有 可能外边有临时来 或者是有临时往里 有需要被开启 那这东西 我都是已经知道的事情了 但是SOC 在SOC我要装下 它还是会一直的去告警 那没有办法避免 要预避免 这个简讯的通知 我们必须还是要处理它 那既然有新的威胁 没有办法 马上进客制化的规则 像可能现在 情资平台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可能 随时都会接到一些新的情资 可能有算翻什么攻击 它可能有一些IOC 或是有些特征 那这部分的话 如果我们要清理我们场域内部 有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转写规则 但是在那个状况下 我们没有马上进行 办法进行客制化规则 我们只能打到给我们的企业 说你帮我写一下 跟你说OK 等我一个礼拜 那既然没有应变程序 跟后续的审核机制 因为那个时候 接到CASE之后 我们就开始丢 开始看 但是问题是 我们没有后续的一个SOP 所以说到最后 可能会变成一个 比较混乱的状况 所以后桌离是什么 那时候导演的SOC的后桌离 就是IT人麻痹了 他没办法出去做安检 为什么 因为像刚刚那样子 刚刚那个只是一页而已 事实上我可以一直 patch up或patch down 非常多页 很开心每一天 OK 那SOC也没有预警的作用 那也知道他很吵 之后就算了 那到底是 告警的时候 到底是设备的管理人 要处理 还是出事人要处理 这件事情 可能也没办法 做一个很有效的 一个分辨 那所以在之后 我们变成说 政府规定 我们要在105年之前 做出来SOC OK 我们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符合了法规 好 那怎么办 所以就放推了 当然不是啦 当然之后还是有做很多的改进 OK 好 这边再谈一下 就是说 后来就是 有幸我到另外一个新的单位 那 在国家发展方案的部分 在106年到109年的计划 当时 我是在一个新的单位 他那边有提到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 他要强化关键 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的资产防护 跟建立跨域的资产联防机制 还有精进网路犯罪防治的能量 因为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开始重新的想要去进行一个新的SOC的部件 那在109年度的时候 金融业 它的金融资产行动犯案里面 也有一个资产联防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也是很需要 透过SOC来做完成的 所以呢 我们重新思考了一下 怎么样建设一个有效果的SOC 在很多的国外 或者是很多现金国家文献里面 他们都有讲到一个 所有一个完整的SOC 必须要什么样子的一个组件 要怎么样组成 有什么角色 但是这地方的话 我们先稍微小一点的范围来看 我们SOC预想组成 当时有稍微想了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会先决定SOC的范围 那SOC的范围可大可小 但是我们还是先把网管系统 先交给网管来进行监看 那系统可用性交给系统监控 电力电机防御先交给基电监控 那我们的资产风雨事件呢 就交给我们SOC来进行关注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比较大型的SOC 它可能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里面 包含了NAC等等的都会放在里面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SOC OK 但是我们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么做 OK 接下来决定技术构成要件的部分 对不起 技术要件部分部分 我们基本上会先建构了LogServer 然后就是LogServer之后 我们也开始要进行一些观念规则的分析 所以我们会导入Sync 其实有了前车之鉴 我们发现就是说 在很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识别的风险的持有者 或者是风险发生的资产 我们会很难的去找到它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资产观点系统 在SOC是三次元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去找到这个标的 那当然最后还有情资通号整合 跟若远资云整合 还有事件单的管理系统 跟分析的平台 那接下来我们会决定人员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RMR的部分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做了几道的线 第一线就是分析人员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二线人员 他负责处理问题 接下来三线人员 他负责确认处理 经过符合逻辑的一些事情 这个处理的事情是符合逻辑的 OK 接下来是SOC的审核主管 他在整个事件流程结束之后 他要确认这个东西 并且把它解案 那接下来是资产事件的通报人员 出事件的时候 可能要负责通报 这边所谓的资产通报人员 可能就是出现了 真正是资产事件的时候 那就可能进行内部的ISMS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资产事件的流程通报 OK 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些程序面的制定 那我们那时候预想到 我们的SOC组织架构 必须要文件化 必须要程序化 日制管理程序 情织管理程序 还有兼用情境规则的管理程序 治安风险 事件 这些所有的程序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才不会变成说 出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不晓得 我们有个SOP可以做后续的相应处理 OK 所以 我们的SOC的建制历程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 规划一个四阶段的SOC的一个建制案 那我们会先优先的建制日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Log Server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Sync给建立起来 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SOC的基本的样貌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的Sync也建制完成了 基本规则我们也上线了 OK 到2019年的时候 我们有提出资产管理系统的需求 我们希望能够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资产 或者是人来进行一个间接 能够识别这个风险持有者 跟风险持有者是什么 OK 那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 资金资产的系统 我们把它建制完成 而且上线了 那我们开始跟我们的SOC一起 一起Core Work 那这样我们可以更快地知道 事情发生的时候要找谁 那一直到2021年 就是CNNNN线的上线 那我们依照金资产会的指示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相应的配合 包含了像FSOC的建构 跟自然联防的部分 我们算是比较早 跟FSOC有间接的一个单位 好 那2022年之后呢 我们可能要做的时候更多了 包含了我们要把SOR建立起来 KI KPI的视觉化 那还有SOC的成熟度评估 跟优化我们的建立规则 好 這邊來分享一下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SOC的架構眼鏡 大概長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當初是SOC開始之後 有兩處的處長進行一個召集人 那底下就會有所謂的 圍運組跟管理組 那圍運組裡面包含 一線二線跟系統圍運人員 那三線人員的話 他就是像我們剛剛講 他要去審核 審核這個治安事件 他處理上面是不是符合邏輯的 OK 那這是我們的事件通報流程 非常的長 那但是呢 這個大家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請SP去識別風險 處理風險 管理風險之後呢 再把這個後續的情形往後拋 這是我們第一代的SOC 結果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IT人面臨到了很多SOC的單子 他發現的事情 那我們Ice跟他說 我們出事言談了 你最好確認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我就和和 我們每個月都要開始約會啦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是 這樣子是不太 有點不切實際 因為畢竟 IT人員他本身 還是以維運為中心 我們如果要期待 IT人員就是E3營法或者是AP人員 他們可以處理每一件資產事件的話 那他們應該就是資產人員 他們不是維運人員或IT人員 因此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除了我們第一線的人員可以進行一些基礎識別外 那也有另外一些人可以幫助IT來確定他的場域的風險是什麼 於是我們的後來的維運的架構演進我們把它做成一個新的架構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系統管理人員他已經不在一個監控通報的一個群組裡面了 他是獨立出來的一批人 那我們另外找了一個資產防護組跟一些維運組的同仁可以去協助SP 就是我們的信用管理人員進行一些風險的辯證或識別 那當維運人員他可能發生就是說他可能沒有辦法識別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另外一批人去協助他進行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子的話可以大幅的減輕就是我們之前一直仰賴 就是一般的IT人員去處理這些事情的一些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事件通報流程 好 風險事件當然處理時效的地方 其實我們大概講一下所以我們最後怎麼做呢 我們在做了很多的事情之後 那我們會先做一個Rule我們的監控規則 那發現達到監控預值的時候 我們一線會確認是否有資產風險事件 那經過分析之後呢附上日誌的資訊 然後我們把它確立它是一個自然風險的一個事件 我們開立一個Ticket送給了我們的風險持有人 那麼在系統管理人員之後呢 再請系統管理去確認他的不管是設備或他的服務 或是他的一些行為是否是正常的 甚至可能有的不是IT有的可能是一般的users 那麼至於如果他們有些問題的話我們會請其他的團隊同步協助他們 最後呢再來判定這個風險事件它是不是一個真正的要被關注的資產事件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把它解案 所以我們的SLA有稍微做了一些設定喔 那當我們SLA如果說是嚴重事件的話我們會希望一天的時間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情進行一個識別跟結案 那如果高風險事件的話是三天中風險五天 低風險是七天 這是我們的SLA的設計 當然就是如果說是非常緊要的 尤其是在嚴重事件的話 我們甚至會要求在數個小時內我們要把它識別完成 好那這邊有提到一下就是說一直這樣走下來我們發現這件事情 這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日智的蒐集量跟SIM的能力還有SOC的視野它是息息相關的 那在我們最早前我們全委外的時候我們 我們是舊有的部分我們只有收了IPS Firewall跟房租中控台還有WAF等等的這個 因為其實當初的很多案子通常委外他們就會先收這些資產設備 來確認一下就是有沒有一些奇異的行為 但是通常就會照成剛剛那個樣子 OK 那後來呢我們收了非常多的東西 我們還包含了一些SWIFT啊 集中性管理啊這些東西 我們把它分成非常多類 那像一些核心的部分我們會特別獨立 比如說銀行可能就是SWIFT 那可能是醫療界它可能是HIS PACE 或者是它的一些健保系統等等的 OK 那規則上產出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做了一些事情啦 產品商業社會非常棒 但是何用啊 我們其實有曾經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它套上去 然後結果幾年前的噩夢又發生了 所以建文規則產出仍然還是要依照 自己的廠要做一些特別的克制化 OK 這邊分享要幾個比較簡單的建文規則產出的例子 對 比如說像比如說我們常看的 Windows的Event 4776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能就原始的一個 一個弱它可能是賬號登入錯誤超過500次 我們可以合理的就是說它可能在做一個 Brewforce或是一些奇異的行為 嘗試登入到錯誤到500次 或是它的coach也錯了 或是它的task太多了 然後可能買錯東西了 OK 但是這件事情出生了之後呢 造成了系統管理員大量的負荷 無法登入SLA 然後炸掉了 然後我們就被罵了 對 所以因此呢 我們把這個改進 這個建文規則做了稍微的改進 我們把它拆解了Windows的狀態 把它衍生出了幾個事件 那一個就是一小時內使用 三個不存在的 與帳號的同一個主機 這些東西 那其實我們把它拆解之後呢 我們把它做了一個更細緻的分類 我們就可以把告解的原因 直接提示在風險事件上面 那事件呢 也會比較清晰一點 然後識別風險有用者 他可以比較有效去指派 這個東西要給誰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綠掉了非常多的雜訊 OK 好 那既然先用規則 產出了一些關聯的例子 像在4624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很常用的 包含一些Premium Service 或者是一些服務 他都會去看非三分時間 使用遠端周圍登錄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把它和我們的Firewall Log 還有我們的Server List 做了一個觀念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衍生出了 所謂的跨區域的跳蛙行為 所謂跨區域的跳蛙行為 就是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 他使用了多次的一個跳躍的一個跳板 譬如說他從A 做了一個遠端符到B 然後再從B做了一個遠端周圍到C 這個時候我們會覺得他非常的奇怪 尤其是在跨域的時候 如果是病毒事件的話 一樣我們也可以做非常多的關聯 比如說我們跟時間來做關聯 我們就可以看到同一個電腦裡面 幾天之內的連續病毒事件 那如果我們把它跟資產的日資跟請資關聯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出一個中途設備的C2的回報 那當然我們最後還有做更多的關聯 譬如說我們把它跟場域做關聯 那可以得到什麼 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伺服器 或是在一些資產比較高的地方 他出了這個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提升他的盡量 OK 好 所以我們導入SOC之後 到底我們後續有一些什麼樣子的Case呢 我大概分享幾個很有趣的Case給大家 但其實第一個Case是我們發現信用管理員的未知行為 就是我們有一個規則的名稱叫做 全分鐘內使用同一個IP使用很多個帳號 成功等一個設備 那這是我們會去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個人他使用他的端末設備 但是他可能做了很多 不是他所應該做的事情 譬如說他不是管網路設備 但是他卻去登網路設備 或是他想長續去登一個 他不是他所管轄的一個設備 或是資訊系統 OK 那我們那時候接到一個回饋 就是說有個叫192.168.5的使用者 他一直被發了這張單子 但是他每次回 每次回就說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我們也去調查 好像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最後他崩潰了 就是直接打電話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去請資安人員 就是我們二線的資安人員 進行了一個事件分析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請他把電腦關機了 那在17點10分的時候 我們請他關了電腦之後 那我們發現在17點30分 我們還是找到很多的 相關的一個EIP的記錄 那這部分我們非常的納悶 我們在想會不會是 今天有IP尾毛的情形 或者是有一些奇特的狀況 在內容發生 於是我們去找了資產管理人 就是我們負責資產資訊的人 那他也說我也都沒有看到 後來我們抽絲剝繭跟網管 還有資訊資產的使用者 還有這位用者 我們去看了以後發現 他其實是一個Sysco的bug 這bug大家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今天用Web Console登錄的時候 我帶的IP會不會log成192.168.1.5 那正好這個IP是一個使用者的IP 於是他就一直接到單子 我們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誤會 也知道原來Sysco 原來有這樣子的一個bug存在 那第二個是Windows 預設使用Gast的帳號登錄 我們在SOC監控的時候 我們會去看已經停用的帳號 那這件事情也是在我們上了之後 就一直不斷地在噴發 我們這邊的資產人員調查以後 發現是很多Gast的帳號的 嘗試驗證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形 OK 那多數續航官員就說 我當然不會用Gast的帳號做登錄 那為什麼會一直跳出來 於是我們之後去Google Microsoft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Mattersoft回了我們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Windows的 一個自然的行為 也不是自然 一個設計上面的一個行為 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我停用了Gast的帳號 那我有設全線是 任何的全線的一個shuffle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地去檢查Gast的帳號 然後導致很多fail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我們修改了監控規則 好 還有一個實例就是說 我們在很多時候 尤其是在最近這時候 實際敏感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攻擊行為 比如說像一個Class C的IP攻擊行為 這個在一般的資安管理人員上面 他可能在看的時候 會是認為說它是一個獨立事件 但是以SOC的角度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個脈絡在存在在這上面 那這是一個 這可以是一個大陸的一個IP 那它可能跟當地 當地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業務 但是它一直不斷地跟我們這邊 台灣還有就是到這邊一直進行一些奇特的行為 那我發現它其實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去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它的IP是同一段 那我們經過我們這邊看了以後 我們在人分析以後發現它是一個VPN的IP 那之後我們就是 但是依然覺得把它整個IP都先暫時停用 那這個也是 這是在今年的9月1號的時候發現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更多 這個是在今年就是外賓友來台訪問的時候的IP 這個IP現在我相信應該是乾淨的 只是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透過Sync跟Sync 我們可以分析到 原來有這麼大規模的一個網段IP攻擊 這是裡面的其中一個Sample 它一直不斷地在做那個Pace Transversal 很精彩 但是都被擋下來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Sync還可以拿來做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它可以去回顧跟發現紅隊演練攻擊的脈絡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timeline 這個在今年的時候 真的待會兒稍微提過一下 如果做紅隊演練的話 記得一定要把紅隊跟藍隊 他們所做任何事情 把它給每一步的畫出來 然後來看一下有沒有一些關鍵的防禦措施 那我們把它稍微給拿掉一下 我們留下Sync的部分 這是我們那一年在當時在盤點的時候所看到的 比如說像是在前面的時候我們會偵查到 就是Sync發現到單一目標的有個站台出發了大量的事件 那這時候就會引起我們資安分析人員的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我們會特別去關注說它到底發生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因為我們有跟情資進行一個協防 於是我們資安的分析團隊我們看到這個站以後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過去有沒有對他發過什麼樣子的情資 還有什麼弱點需要修補 那我們去回顧了一下就知道說原來有這些事情 那還有就是市中分析的協作 比如說像我們的一些IT夥伴們 他們其實也非常的有Sense 他們看到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會直接來跟我們這裡做一些洽詢 那我們這裡也會一起coord去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風險 OK 那甚至就是我們可以盤點到以Sync為角度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異常的事件 像這個就是決勝點 就是我們在紅隊裡面的時候 我們最終可以發現它的一個關鍵點 因為它做了什麼事情我們Sync可以發現 而且它這個行為之前又做了什麼事 我們還可以回溯得出來 那當然就是還有其他後面的協作 那接下來我來分享最後一個例子 那這例子很有趣 這是一個我們未來可能要導入Sync 但是我們有一個尷尬的場面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事情叫做連線制特定的黑名單事件 那這個事件基本上我們只要匯入黑名單 如果它有太多的行為我們就 我們就把它block掉 這是自動的 OK 所以有一個黑名單就發現User連線出去 我們就把它一鍵搞定 嗯 它就再也出不去了 於是那位同仁就跑來問我們 欸 聽說我東西被信鎖了怎麼辦 那當然我們一定會先相信一個黑名單的情資 因為我們黑名單非常多啦 對 我們都還是會抱持新來的先相信他們 所以我們去調查一下發現 糟糕這個IP好像從以前到現在 很多人在連它 所以我們把這個IP真的拿去做解析做分析 看一下它的一些信譽 或者是說它這個IP過往有些什麼樣子的記錄 結果我們發現它是一個合法的IP 它是一個類似我們平常會出去的一個認證的一個網站 這是示意圖啦 不一定是它好不好 OK 那怎麼辦 我們只要道歉了 真是抱歉 對 這就是一個很尷尬的場面 就是說我們在導入自動阻擋的時候 尤其是在類似像我們進入服務業的時候 就會可能會有一些很多比較考慮的點 它如果今天是客戶 它如果今天是一個必要的網站 它今天如果是一個必須要聯通的東西 但是它卻出現了在情資裡面 或是它可能其實是一個合法的東西 我們該怎麼去 在自動阻擋狀況下 我們最後要怎麼樣的去回應 其實當然我們會覺得 所以最後還是需要人的參與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對我們來說 建置SOC的效應哪一些呢 那當然就是協助系統或用程式或管理員 進行日常的管理跟識別 跟管理的識別 風險的識別 還有一些管理 那當然能夠把一些事情進行創接的分析 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我們可以透過SOC的平台看到很多 其實可能只是獨立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用比較高空的方式 看得出來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 我們必須要關注的事情 感謝主管機關一直給我們這樣子的推力 讓我們不斷的進步 OK 那我再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我從104年開始 就是從SOC到現在的一段時間 那這個是我們從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從2019年的時候開始導入SOC 那這是我們的事件 那我們有資料從2020年1月開始 那這是我們的 下面是事件事件數 我們一直不斷的精煉 然後一直不斷的去提升這個 告警的準確率避免誤報 那我們同時也對這個SOA進行了要求 我們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們終於可以把SOA提升到9層以上 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所以這邊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如果你有在做這個SOC的話 一開始一定會有一些碰壁啦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我們這麼久了 我們才拉到9層以上 那這個是事件的趨勢線 那我們事件告警的趨勢 也越來越少 越來越精準 這也是我們未來 也要繼續持續努力的地方 好 這邊討論一下 就是在 其實如果對於那個 同業的話 對於那個SOC的部分 有一些建置 或是一些如果的一些疑問 或是想知道怎麼建議SOC的話 其實之前那個 Ide Home的林處長 就是有提到就是說 金融界有出了一些資金研究 他會去跟你說 手把手的將你怎麼把SOC做出來 這個是可以參考的文件 如果有金融同業有的話 可以去參考一下 對 那SOC其實也有成功度分析 對 像可能很多 很多資産都有資産的成功度分析 SOC其實也有 這是一個 其實這是一個研究案 那這個研究的人員 他把他的SOC深度分析 給開放出來 讓大家可以去使用 所以當SOC未來 如果有一些想要評估 或者說你覺得你的SOC缺少哪一些 或是有什麼樣子的 東西想要加入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去試試看 那也可以去找一些顧問公司 來進行評估 那好吧 有了日式系統 有了SIM 有了SOC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發展 想要發展的是一個KPI跟KRI的風險地圖 對 這個就是後話 這也是我們未來會努力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未來有一些成果可以分享給各位 OK 好 這一個需要導入SOC的一些意見 或是一些經驗上面的一些淺薄的經驗譚 當然除了技術維運之外 SOC的組織跟程序 還是要先建立之後 建立之後再進行通報的流程 就不會像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接到這麼多風雨事件 我們並不曉得後面要怎麼做 這可能之前的市場常講的 要有SOP 這可能是必須要先制定出來的 那不管是什麼樣的維運方式 要發揮SOC的功能的話 我還是希望就是說 監督規則還是由自己的環境出發 當然可能有的人會想說 我可能要維外 那可能要確認一下 就是維外的廠商 能不能針對你自己的場域 做出一個適合你場域的一個經驗規則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才不會被一堆事件給淹沒 那收集日誌的選擇很重要 那原料品質好 才能有好吃好看的東西 當然我們之前也有考慮過 我們是不是要抽出transaction log 我們是不是要收一些簡單的query log 後來我們發現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在風險時間上面 它可能幫助並不會非常的大 但是它會吃掉你非常多的存在空間 所以要收納怎麼樣的日子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一開始當然雜訊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 那怎麼樣的快速收斷很重要 就像我們剛剛說 剛剛前面所提的 就是一定會有這種東西發生 但是要怎麼樣去比較Smart 把這些東西慢慢收斷起來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好 良好的SOC建議在SIM的視野 對限制單元的態度 應變人員的能力 跟應變團隊的速度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SOC 它在所謂的人跟專業的地方 必須要構成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OK 好 那大概簡單講一下 這就是我們過去導SOC到現在的一些簡單的里程 OK 謝謝 對 這邊謝謝Olaf的演講 我覺得非常精彩 帶出了很多 我們比較從技術層面看不到的東西 對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第一線在建SARC的人 對 那我這邊有幾個問題想要先請教 第一個是 因為我們在HeatCon 我們有聽到有其他外商有來分享他們的資安團隊怎麼做 他們有提到說他們會定期的去討論 可能開一個會去討論他們的規則 偵測的規則 還有他們SARC的規則 要怎麼修改 或要怎麼樣建置 建置 怎麼樣調整 所以這裡我想問說在你們在做的過程中 你們是也會有類似的機制去revise你們的入我這樣的過程嗎 這個當然是有 因為在我們的結封情形規則部分我們只要做出來之後 在我們內部的規定我們大概像防護牆一樣 防護牆policy一樣我們可能一段時間都會檢視一次 那我們至少每一季會看一次 那每一季看一次是看 我們會看過去的一些 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從來沒有觸發過的 它合不合適 第二個它的觸發的 觸發狀況是異常的高或異常的低 我們也會來進行審視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會去看一些 當季是否是合一的規則 比如說早期像之前有個Zero Login的事件 我們當時馬上就寫了一個 critical層級的告警在這個上面 但是當我們發現ZeroGang這些 關於這些弱點我們都已經修補完成之後 那這一條的接種情形規則 它的Severity是不是要這麼高 或者它是不是需要存在這部分 我們就會開始去考量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一直不斷地去更新我們的接種情形規則 好 謝謝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也呼應到 你剛剛最後一張圖 就是其實要花很多時間去調整這些規則 才可以收斂你的SLA到比較高的層級 第二個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有很多的經驗法則 像剛剛提到的Cisco的Bug 或者是用Gas登入的行為 那這些可能鬼故事經驗談 但這些東西可能 有沒有其他Sock的團隊也遇到過 那有沒有人整理類似的文件 讓後面的人比較好去Follow 有沒有相關的這些東西可以參考 如果是我們自己的話 當然我們剛剛有講一個就是Sock 還有一個必須很重要的一個構成部分 叫做KM就是知識管理 那我們在遇到的一些事情之後 我們會把它放到我們的知識管理裡面 那未來的人他看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定的方向 那當然就是說類似的事情在網路上面 他們有很多人會分享他的經驗 或是我們同業也會有一些經驗 會持續不斷的分享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 比如說像FISEC這種主管單位 他也會有很多的經驗會release出來 當然怎麼樣去保存這些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但我們內部就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小地方 就是小空間 然後可以讓大家來看一下 甚至可能我們未來新的資產分析人員 他們也可以先來參考 謝謝 那我這邊想要先看線上有沒有 線上的與會者有問題 線上沒有其他的問題 這樣太清楚了 大家都非常非常了解 那現場的有沒有人 有問題想要提出來討論的 對 請問你的風險怎麼決定的 風險 說事件的風險嗎 對 比如說高中低 應該是某個指標吧 是吧 對 其實事件的風險 我們可以從很多個國民來看 第一個就是外部 其實在外部的情境上面 比如說像CVE 他可能每個變號都會有他一定的風險 那這是一個外部的參考的一個很好的來源 那第二個就是內部的資產 這個資產對我的價值是高或是低 那發生事情的時候 可能對我的整個企業的危害 可能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第三個是 其實平常如果有打入ISMS的話 可能會有自己的一個風險平均方法 那使用這個風險平均方法 其實也可以去判別說 這件事情在我場面發生的時候 它的風險係數是如何 哦 了解 好 謝謝 謝謝 剛好時間也差不多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我最近覺得很關鍵 就是人要怎麼找 像你剛剛有 一線 二線 三線的 SARC人員 那這三種人員 大概都要具備怎麼樣的能力 還有這樣的人 你們容易找嗎 這是個好問題 就是當然現在 資產人才好像都還大段滿缺的 就是 其實一線的人員 我們會希望一線的人 他對於一些 基本的事件可能會有一些敏感度 比如說像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 就是說 當他看到這麼多試驗單的時候 發現他是 他的IP非常的像 他可能是整個C 這件事情 他可能要有一些稍微的敏感度 那第二個在專業技術方面 他可能至少 要懂一些網路的基礎概論 他一些簡單的入行手法 他可能 至少可能會有一些 比如說像CEH 這樣子的knowledge base 這樣的素養 那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他應該蠻適合在第一線 可以先進來先去 探究一下 就是 或是看一下 或是練習一下摸索一下都可以 這樣說可以 那當然說我們二線的人員 可能就會稍微有更多的一些要求 他可能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 當然我們不能說要有生用車的經驗 但他可能要有一些hiker的思維 他可能要知道每一個 潛在的一些風險 他是有可能怎麼樣被完成的 那甚至他可能對很多治安設備 跟一些治安的solution 他可能也要理解 甚至他可能對他所監控的這個場域的 或者說的網路架構 或者是一些使用的產品 他們可能也要知道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說人才是非常不容易找到的 其實我們也很希望有 為了更多人才可以一起來合作 好 謝謝 那我們正好演講就到這邊 我現在留多一點時間 讓現場的人可以互相交流 好 那我們今天的freetour就到這邊 那謝謝線上的朋友們參與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